大家好,我是PhDVlog 那么今天我们就再给大家讲一个开山之作 这个开山之作叫做RF Genesis 这个文章是由两个人写的 这个应该是他的学生 然后这个是他的老板 然后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在这个雷达领域里非常厉害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那么这个科研界 他是非常严格的遵循了这个828定律 其实他都不是28定律的 可能是19定律或者是更低的这样的一个比值 也就是说最牛的那一拨人 他们把所有的这个文章都给发了 所以说雷达领域它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作者 这个作者非常厉害的时候 他写了一篇非常牛的文章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期待他的下一个作品 然后可以去跟踪他之前的这样一个轨迹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领域的整个的发展的这样一个历程 也就是说这个领域的发展的历程 整个就是由这么几个作者他所做到的 那么首先电视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文章的标题讲了个什么事 他说他是RF Genesis 那么RF Genesis就是生成RF信号的这么一个模型 应该大概就是这么去理解 那么你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它怎么生成的呢 它的名字叫做ZeroShot 那什么是ZeroShot呢 ZeroShot就是说去进行一个模型的迁移 也就是说我原来的时候 只见过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现在换到一个新的场景里 它还能够比较好去生成一个信号 这叫做ZeroShot 那么FelShot就是说我到一个新的场景里 我再进行一个非常少的一个训练 我就能训练出来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那如果要既不是ZeroShot 也不是FelShot 就是我到一个新领域里 我还得去重新去学习那个领域的知识 才能生成那个领域的东西 所以ZeroShot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 那么它就是能够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迁移性的学习 它做到这样一个势 然后它是生成的一个 它这个模型是一个非常的泛化的这样一个模型 对吧 是用来干什么呢 说来生成这个MMWave 就是毫米波雷达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它是做的Simulation 对吧 它就可以生成出这样的一个信号 使用的是Diffusion这个方法 那我们就首先再说一说 什么是MMWave这样一个东西 那MMWave它是一个叫做FMCW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一个雷达 那么什么是FMCW 叫连续波调制雷达 那什么是连续波调制雷达 就是一般的雷达 但是我发射一个信号出去 然后这个信号被物体吸收了之后 然后反弹回来一部分 反弹回来一部分之后 我接收这个反弹信号 我这样就知道这个物体大概在什么样一个位置 那我连续两次发送和接收这个信号 我能知道这个物体大概是一个什么速度 大概一个什么样的方位 那么军事上使用的很多雷达 都是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包括航空管制中心 比如说就是机场 它也会使用一个相似的方式 但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这个物体离机场比较远 比如说有5公里或者10公里或者是50公里 那么这个信号发射出去再反射回来 它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所以这个信号不能搞得非常高 因为它这个信号是以光速传输的 但是50公里对于这个信号来说也是很久的 它可能需要传输至少几个毫秒才能传输回来 那么这个等待时间是蛮长的 所以这个信号就无法去处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物体 所以说自然而言大家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说我能不能把这个信号变成一个连续信号 不是去发送一个一个脉冲 答案是可以的 那么它就发送一个一个这样的连续信号 连续信号被物体反射之后 它会回来变成一个图样 对吧 这个图样我们进行FFT之后 就可以生成出来这个物体的形状 大小 还有它的点云信号 还有它的heatmap 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可以生成出来了 那么你想 就是说这个是怎么工作的 就是说我生成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从一个低频一直到一个高频 那么如果一个物体 它在比如说5米这样的一个位置 对吧 那我发发射一个低频信号 再发射一个高频信号 它反射回来的时候 反射回来某一个特定频率的信号 就说明这个物体在某一个特定的位置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原理 这就是FMCW这样雷达的一个基本的原理 那么因为我发射的信号是一个连续波 那么这个连续波反射到物体上面的时候 它会反射回来一个也是这样的一个连续波 对吧 那么如果这个物体正在远离这个雷达的话 反射回来连续波的频率 就应该比原先的这个波要低一点 那就可以根据这个频率的低还是高 根据多普通的这种 这种是像拉手风筋一样的 多普通的这种特性 就可以知道这个物体 大概是一个什么速度在移动 是远离还是靠近我的雷达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FMCW到底是怎么去处理的这样一个信号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进来一个锯齿波 对吧 我们要生成一个锯齿波 那我们这个不是一个锯齿波吗 我们生成一个锯齿波 这个锯齿波呢 经过一个压控的这个一个振荡器 对吧 它会产生一个高频的这样的一个 就会产生一个基于频率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那这个信号呢 经过一个放大器呢 就通过雷达呢 就放就放射出去了 然后呢通过一个天线的接收回来 天线接收回来以后 然后它的原来的信号就是本机振荡信号的下来 本机振荡信号和这个新的这个接收到的信号呢 进行一个混屏 混屏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物体的这个位置呢给提起出来 然后这个呢 经过一个低通放大器 低通滤波器之后呢 然后再经过一个放大器呢 就可以把这个物体的信号呢收集出来 然后使用深度学习的方法呢 就可以把这个物体的这个信号呢给它解析出来的 那也不一定非要用深度学习的方法 因为它这个信号呢是有道理的 对吧 所以使用三次FFT呢 就可以把它的这个分别是 它的位置 还有它的速度 还有它的角度给它提起出来 那么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想法 这个雷达呢 到2012年的时候呢才开始量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雷达需要大量的计算量 才能维持它的这个这个使用 所以说呢 这个雷达呢 是一个需要大量计算量的这样一个设备 那2012年之后 我们的这个电脑的硬件呢 才进行了一个提高 你看这个雷达里面有很多东西 比如说像这个 是它的混屏单元 你看它的混屏单元呢 是通过一个一个微波的一个传注线来做到的 对吧 所以它这个是从一个微带线来做到 所以它这个雷达呢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东西 包括它里面这个 这个就是从里面提取信号 这个混屏的东西呢 它都是通过像微波传出线 按照某一个长度来进行提取的 那么它是一个相当 相当这个复杂的一个工程学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包括在里面 你看每一个放大器是怎么放大的 包括它的雷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对吧 它都是有一个不同的状态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RFGenesis这个文章到底在做什么呢 RFGenesis简称RFGen 那什么是RFGen呢 就是我有一个人 我跟RFGen说 说呢 我现在呢 想要去生成一个人呢 走在街上的这样一个信号 然后呢 RFGen就说 OK 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信号呢 给你生成出来 那么它使用了这个prompt 就是说 使用了一个提示词 这个提示词呢 就是说 我人说 OK 我想生成一个人在路上走的这样一个东西 这是它的提示词 然后呢 它使用了一个cross model的一个knowledge 就是说它是有一个迁移的能力 然后它呢 是使用这个diffusion来生成这个数据 并且呢 它是基于真实的物理世界的这样一个模拟来做到的 所以说呢 RFGenesis呢 就像是一个达里一样 或者像是一个我们这个tgpt一样 你跟它说一个什么东西 它就会给你生成出来一个对应的东西 这就是RFGenesis这个文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核心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文章到底是怎么去做到的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输入进去一个一段话 对吧 比如说这个人在这个街上走的这么一个照片 是这样一个事 或者说呢 我们做一个比如说一个厕所的一个事 对吧 或者我们说做一个这个手移动的这样的一个事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想要它生成的这样一个场景 我把这个场景呢 放到object diffusion里面去 然后呢 object diffusion呢 就会生成出来 一个人正在走这样一件事 对吧 然后environment diffusion 就是生成环境的这个diffusion 它会生成sidewalk 生成这个一个位置 比如说bastrom或者sidewalk 这样一个地点 第三个上呢 就是pass diffusion pass diffusion呢 就是因为这个雷达呢 它是通过测算路径来测算的这个人的位置啊 什么的 所以说呢 在雷达的这个模拟之中呢 它就不能像摄像头模拟一样 它是简单的去模拟 它就要去考虑一下 就是说这个信号是从哪条路径来的 它有没有多径反射这个问题 什么多径反射呢 就是说我雷达发射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先打到椅子上 以下信号又反射到人身上 那么对吧 那这产生了一个多径的一个问题 它就不再是一个 就是说一个人的信号过来 它的人的信号 有可能反射到地面上 地面上再反射到这个雷达里 所以它会有多条路径 都会能让这个雷达收集到信号 所以这还有多径反射的一个问题 那么它这个地方 输入一个雷达的一个具体的参数 比如说一个雷达 它有四个天线或者八个天线 它的天线数量是不一样的 OK 它最后就生成了一个这样的信号 那么它中间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首先它是使用了一个预训练的一个模型 来进行这个提取这些参数 OK 那么它这个地方呢 还有就是说路径追踪器啊 路径追踪器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 它每一个这样的东西呢 都需要进行路径追踪 对吧 然后它还进行了一个RF Laura Laura就是 它这个Laura并不是那个 什么低造信号的那个天线 这个Laura呢 就是那个原模型的Laura 就它能够让这个生成出来的结果呢 变得更好 然后呢 它能够降低这个参数量 因为它们这个模型呢 就是在RTX3070上训练的 它那个显存呢 不是很大 所以说呢 RF Laura呢 可以降低它的这个 对于这个显卡显存的这个使用量 让这个模型呢 可以训练 正常的训练出来 所以说呢 它这个文章呢 一共使用了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object diffusion 就是生成人物的这个diffusion 还有一个是environment diffusion 就是生成环境的这个diffusion 还有一个生成pass diffusion 就是生成这个雷达的这个反射的路径 是怎么反射的这样的一个diffusion 这是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我们下面就开始展开这三个东西来给大家讲 那么在这个雷达的这个领域里呢 它很多东西呢 都需要一个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电磁波的这样一个知识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呢 是它的这个物体的这个折射率啊 还有什么界限常数啊 它都是进行一个复杂的计算 还是它的空间电阻率啊 它都进行复杂的计算 这里呢 使用菲尼尔公式呢 来计算一个物体在经过光线 或者雷达波在经过这样一个物体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折射和反射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呢 不是咱们轻易就能模拟出来的 它是一个 这个领域呢 是比较复杂的 它里面的东西呢 都是通过这些公式来计算的 它包括像这个公式 它就是基于前面这两个这个菲尼尔公式 和这个之前这个反射的这样一个公式 然后呢 再经过这个雷达 里面雷达的话 FMCW这个雷达呢 它还有它自己的频率啊 各种各样的参数 共同窜窜的这个 这个IF的这个信号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公式 好的 我们进来看 那么这个文章呢 使用了一个Diffusion 所以在文章的最开始的地方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Diffusion 是大概是怎么样工作的 那么我们之前讲过Diffusion是怎么工作的 就是说有一张图片 我在图片里呢 逐渐的加入这个噪声 对吧 那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呢 我们是没办法还原回去的 但是呢 使用深度学习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加噪声的过程呢 给它逆转回去 所以说呢 我现在相当于我拿一张纯噪声的图片 我就可以把这个图片呢 给它逆转回去 生成一个东西 对吧 所以说呢 这就是Diffusion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想法 就是说我能不能逆转加噪声的这个过程 那我逆转加噪声这个过程 我就可以把这个物体生成 那么Diffusion模型呢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fundamental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所以说呢 我们就是可以直接去使用它 而不需要去特别懂它的原理 那这个文章呢 只是提到了它这样一个原理 告诉我们 就是说你看 是在T时刻和T减一时刻 它生成噪音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说 它在每一个时间步 是怎么生成这个噪音的 怎么把它还原回来 那它使用的是贝耶斯公式和一个降噪的U9 对吧 之前我们都讲过了 那么呢 我们来看这个文章的第一部分 它讲的是Object Diffusion 就说它要生成一个物体 比如说一个人呢 他来回跑动的这样一个事情呢 那么他要使用这个Diffusion的方法呢 把这个信号呢 给它生成出来 这是雷达的信号 相对它通过这个方法呢 还原了一个雷达的信号 这个部分呢 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第二件事就是说 它要使用光线追踪 这样一个方法 就是Retracing这个方法 然后来找到 就是说这个人的信号 是怎么发表出来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 因为雷达呢 去检测一个信号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一个人的信号呢 雷达去检测一个人的信号的方法呢 就是这个人反射的一个信号 对吧 这个信号回到雷达 所以它要做一个光线追踪 这样的方法 才能够更好去还原这个雷达的信号 那么这就是它做光线追踪的 这样一个方法 你看这个是雷达 对吧 它有一个TX信号 有RX信号 它混平了之后呢 然后再经过这个数字模拟转换器 就可以转换成一个原始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号 就变成一个雷达的一个信号 这么提取出来 那么这个是一个人物 对吧 这是一个人物的三维建模 那么这个三维建模呢 过来之后呢 它生成出来一个 大概的一个反射 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呢 才通过雷达的生成出来 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呢 如果要是我们不使用光线追踪 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 就是说我们 首先呢 对这个一个图片呢 进行顶点处理 然后三角形热纸 光山化最后片段处理 那么它最后产生的结果呢 就是说 我每一个面对吧 它是面向光源 还是不面向光源呢 我们会算出来一个 它的这个辐射度 我们用辐射度呢 来给这个光源呢 给这个物体呢 进行一个着色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不是很准 因为有的时候呢 一个物体呢 它是经过了两层 两次反射 或者三次反射这个光 所以说呢 它这样呢 不能有效的去表示 这个光的情况 那光线追踪呢 它就是 怎么做到的呢 就是说 我有一个光源 对吧 然后我有一个摄像机 我摄像机 就是我的眼睛 我眼睛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那我看到 比如说这个点 对吧 我去回推这个点 它的光是从哪里来的 对吧 那光是从这里来的 我们建立起这样一个光路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它能够更好去模拟 现实生活中的 这个光线的这个反射 和它的折射 还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光学现象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 它是空的 它是黑的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要在一个 在一个 就是非光线追踪 这样一个东西 它会变得非常黑 但光线追踪 它就没那么黑 对吧 或者说变得更黑 因为它呢 是通过 就是说比如这个光 会照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可能会反射到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位置 对吧 所以它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 那光线追踪呢 比起传统的方式呢 它的计算量呢 就变得更大 然后呢 也变得更加复杂 那比如说 我们能看到说 比如说英伟里达的 这样一个官方的 宣传的这样的一个海报 对吧 那一个人物 它在没有光线追踪的时候呢 我们看它的颜色呢 就是比较灰蒙蒙的 它这个该亮的地方不亮 该暗的地方不暗 我们呢 看景深的时候呢 就不是特别的好 我们不能有效的看到 这个环境深度 那么如果是一个人呢 他在这个光线追踪 这样一个环境下呢 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景深 对吧 背景哪里暗 哪里亮 我们能看到这个模式呢 更像我们现实生活中的 对吧 你去景区游玩的时候 这个样子 所以说呢 RTX呢 就是这样一个做法 那么在光线学中呢 RTX呢 是会让光线变得更好 在雷达领域呢 如果要是不用RTX 这样的方法 不用光线追踪 这样的方法的话呢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去 有效的去还原和模拟 这样一个信号 所以说在雷达领域呢 做这个光线模拟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OK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 光线追踪这样一个模式 我们呢 相对就是用这个方法 更好去还原 这个人 对于这个雷达的反射信号 它的这个传递过程 那么呢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Environment Diffusion 那什么是Environment Diffusion呢 就是说 我们要生成一个 因为雷达嘛 它是分开的 人和背景是分开的 所以我们要生成一个背景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呢 它呢 就去在不同的位置呢 拿雷达拍出来一个结果 然后呢 提起出来 它的这样一个环境 对吧 它的不同的物体的反射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铁 对于雷达的反射 就比较强烈 而电子的反射比较弱 你看这个就是 这样的一个反射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它呢 就通这个方法来 得到这样一个信号 对吧 然后呢 它的信号里呢 还会加入一些噪声 因为呢 这个就是为了更真实的 去模拟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最后呢 他们就来做了一个 这个测试 它能做测试呢 就说 我怎么去知道 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首先呢 我要有一个雷达 对吧 那这是它的雷达 是MIM WAV的一个雷达 你看上面是天线 这可能是接收天线 这可能是发射天线 那通过这两个天线呢 它就可以把这个信号呢 进行一个传递 然后呢 边上呢 还加了一个这个深度的 这样一个摄像头 那这个摄像头呢 就可以把这个人呢 给它拍出来 它是RGB加上一个深度的摄像头 这是RGB嘛 这是DIPS 所以说这是一个摄像头 它相信是使用多模态的方法呢 来采集的这个数据 那么呢 这是他们模拟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信号 那这个信号是这个样子 这是他们 哦 这是他们模拟出来的信号 这个信号是这个样子 那这是真实信号 他们采集到的信号是这个样子 你发现这两个信号呢 相似度非常高啊 所以说这是他们这个模型的使用方法 那么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准确率 然后呢 这是他们模拟的这个结果 对吧 你看他模拟出来的这个点云呢 也和这个真实实的点云呢 其实非常的像 对吧 这是他使用深度摄像机 得到的这样一个值 对吧 你发现这个点云呢 和这个真实的值呢 差的其实还是蛮多的 就说这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值 就是说雷达信号呢 它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 它的噪音呢 非常的多 所以说呢 这个信号呢 在以前的时候呢 没法处理 那只有深度学习出来之后呢 我们才能比较有效的去处理这个信号 OK 那这个就给大家讲说 它用了不同的雷达来做 对吧 它的效果呢 都非常的不错 对吧 比如这个是一个小的雷达 那这是一个大的雷达 那这个雷达呢 上面有四个这样的芯片 这个雷达上只有一个这样的芯片 那这四个芯片的雷达呢 它做出来的结果呢 非常的不错 对吧 你看四个雷达的结果呢 也非常不错 也很像 对吧 两个芯片的雷达呢 做出来的结果呢 也很像 是吧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雷达 你看这个雷达 一个雷达的这个雷达的这个部分 它就有将近两千刀 对吧 你看这个雷达上面也是非常复杂 它这个线呢 非常的复杂 对吧 它有天线呢 也非常复杂 然后它这还有像这样的设备 也是非常的复杂 就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非常的复杂 它都是一些微波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传出线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雷达呢 你看它上面有一片 底下还有一片 对吧 所以说这个雷达下面还有一个分析板 那个分析板的价格应该也不便宜 所以说这个雷达加在一起 可能要5000美元才能买下来 所以这个雷达呢 真的是一个很贵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然后我们来看 就是说我们这个模型 最后的生成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那么我们有一个人 对吧 他这样能够生成 这样能够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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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仅能生成人的信号 他还能生成汽车的信号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文章呢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这样一个状态 他通过这个三种Diffusion 对吧 或者以前人只做的Object Diffusion 和Environment Diffusion 他最后呢 没有那个路径追踪呢 就不太好 路径追踪呢 是一个非常难做的东西 所以说呢 他这个文章取得一个最好的结果呢 可能就是由于他 把这三个东西 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文章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样一个文章 我们以后呢 再给大家分享更多的优质的文章 那么这个文章呢 是一篇发表在2023年 GenC Steam上的一篇文章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会议 那我们这次视频呢 就到这里 给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